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團結力量大 有三個兄弟經常為了一些小事爭吵 他們的爸爸覺得很難過 有一天,爸爸想到一個好辦法 他叫三個兒子把一群綁在一起的樹枝截斷 大哥說,這樣太容易了,等我來吧 但是他用盡力,怎樣折都折不斷 爸爸又拿出一根樹枝交給大哥 和大哥說,把它折斷 大哥輕輕一折,樹枝一下子就被折斷了 爸爸說,你們就像這些樹枝 只能團結在一起,就會有很大的力量 他們終於明白了爸爸的用心 從此就不再吵架了 三兄弟經常爭吵 爸爸覺得非常煩惱 於是想出一個辦法,去提醒他們 兄弟應該團結一致,才不會被外人欺負 小朋友,你會不會經常跟哥哥姐姐爭吵 和弟弟妹妹搶奪玩具呢? 兄弟姐妹應該相親相愛,才不會讓父母傷心 團結力量大 有三個兄弟,常常為了一些小事爭吵 他們的爸爸覺得很難過 有一天,爸爸想到一個好辦法 他要兒子們將一群綁在一起的樹枝截斷 大哥說,這太容易了,看我的 但他用盡力氣,怎麼折也折不斷 爸爸又拿出一根樹枝,交給大哥 說,把他弄斷吧 大哥輕輕一折,樹枝一下子就被折斷了 爸爸說,你們就像這些樹枝 只要能團結再一起,就會有很大的力量 他們終於明白了爸爸的用心 從此不再吵架 三兄弟經常爭吵,爸爸覺得非常煩惱 於是想出一個辦法,提醒他們 兄弟應該團結一致 才不會被外人欺負 小朋友,你會不會經常和哥哥 姐姐爭吵?和弟弟會不會搶奪玩具呢? 兄弟姊妹應該相親相愛 才不會讓父母傷心啊 希望你們都喜歡團結力量大這個故事 如果你都喜歡聽故事,請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